好,接下來方程老師要介紹的是兩個多項次的相等時候 那相等的時候其實如果它兩個是N次的話 FG為S為N次多項次 那如果有N加一個相意值 這樣這兩個多 FX跟G為S相等的話 相等的話 那麼這FX跟G為S 它就是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這個是I I是從1、2到N加 就是有N加一個數字帶進去 你會相等的話 那這個N次給它多一個 那這樣子的話它就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就是 不只N加一個帶進去相等 就是任何數你帶進去都會相等 任何數你帶進去都會相等 那這個證明其實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證明呢 其實就是說 你確定 我們的一個HX 就是 這兩個相減 把它移過去 就是 FX 去減掉GX 那FX是N次 G為X也是N次 它的相加相減 應該是最多N次吧 最高是N次 可以嗎 那最多最多就是N次 最多最多N次喔 那 可是呢 又 我們的HO XI 把它帶進去 就 I從 1、2 一直到 N加1帶進去 你帶進去的時候 它就等於FXI 減掉GO XI FXI 減掉GO XI 可是 這N加1個數帶進去 它都會相等 所以這兩個數都相等 所以相減之後 它就變0 對嗎 所以變0 變0了以後 意思就是說 你的 我們說 F FA如果等於0的話 意思就是 FX有 X-A 的因式 這因式地理 告訴我們的 這件事情 那你現在 HO XI 帶進去都等於0 所以它 就表示說 你HO X 就應該有 HO 應該有 X-X1 X-X2 X-A N加1 X-A X2 這麼多 個因式 那這麼多的因式 意思就是說 你這HO X可以寫成 這X-A 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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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可能前面子有一個常數 可能前面有个常数k 但是它会有这么多个因子 可是如果你k不等于0的话 如果k不等于0会发生什么事? k不等于0它就会有一次两次全部乘起来 n加一个乘起来就是n加一次 为n加一次多项次 可是我们刚才讲啊 你这次fn次 两个相减相加相减 最多只能n次 你现在居然比它还更多次 是矛盾了 矛盾的原因就是假设错误 所以k要等于0 k等于0意思就是h要等于0 h等于0意思就是h等于这两个相减 那这两个相减等于0意思就是fs-gls等于0 意思就是hfs就等于gls 所有都要相等 这样懂吗? 这个就是它的证明 为什么n加一个数字带进去 它是n次的话 如果它n加一个都相等 那这两个就永远相等了 就永远相等就是这样 我再讲一次证明 你要了解原理 你如果不了解原理以后 你就不知道它对不对 你了解原理以后 你就会知道说以后 它不管怎么变化都会 就关一遍 mls-gls它只有n次而已 那它有n加一个值让它相等 超过n个让它相等 那它这两个就会完全相等 那为什么呢? 那你就先把它移过去 假设有一个叫hfs 使它相减 那这个n加一个相等的数字 都把它带进去 那因为它都相等 所以相减就会0 那这个是0的时候 就表示 它就依照音试定理 它就有x-x1x-x2 x-xn加1的根的音试 那这些音试写出来 可能前面有一个常数 不知道多少的系数 那这个系数如果不等于0 它就会变n加一次 可是它最多才n次 你怎么变n加一次呢? 可见不可能 那所以这个就只要等 那这个等于0 Hlx就是0 Hlx是0的话 那这两个相减等于0 这个是他们两个要相等 要相等 再了解吗? 好 那了解以后 我们就来做这个题目 因为你要有 知道真的 结了你才能做 好 可以吗 有问题 没有 好 那要写 好 我们写这就好了 好 因为这很短 好 所以这个二十一题的 解法就是说 你现在二次二次 那结果一个 两个 三个 有三个带进去 它都相等 Flx Glx 为二次 但 有 三个 相一直 是 是 Flx 等于Glx 所以 所以呢 所有的X 对所有的X Flx 就是Glx 所以呢 所有的X 就是Glx 是X平方 所以这个就是要X平方 那它要X平方的话 意思就是 我们的 A-1 就是要等于1 就要 係数是1 B-2 就没有嘛 就没有 C-3 也要没有 然后 这个 B-2 要等于0 C-3 也要等于0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 一本C 所以我们的A就等于2 A也等于2 C就等于3 好 这样可以吗 有问题